爱美人士对身材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今社会,美的标准更是以瘦为美 看到电视上那么多的女明星身材苗条 什么方式才能容易瘦下来 有很多女人在瘦身中食用了很多减肥食物 这效果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 于是如何减肥成为了难题 其实,减肥并没有那么困难 只要我们的方法正确 瘦身就会变得很容易 吃饭的时候如果记住这次话 我们的体重不仅容易降下来 而且,瘦身的同时还能保持我们身体健康 调和体质 一,也是时间合理 通常在减肥的时候 我们的三餐尽量不要相隔时间太短 以免造成肠胃消化负担 还会引起基石 造成脂肪在体内的基 有时在熬夜后会有一些饥饿感 于是会选择进食 这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饥饿感究竟是过量 会造成成为功能紊乱 也发一系列的病症 比如,口臭 慢性胃炎等症状 因此合理的安排饮食时间很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体重不容易升高 二,少吃可乐炸鸡 现代人喜欢吃快餐,炸鸡,汉堡喝可乐 事实上,这三两食物会让我们的脂肪含量直线上涨 尤其是可乐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 经常喝可乐的人 身体的汤份会很高 汤封长时间留存于体内会转化成脂肪 如果经常饮用可乐 就会体重加重 因此,如果想要瘦身 不要吃这三样食物 就会让我们瘦下来 三,饭前一个核糖 核糖所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经常食用核糖 对我们的心脑虚管健康有一定的帮助 还会让我们在饭前有饱腹感 可以在吃饭时减少半量 核糖还可以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 因此在少吃饭后不容易饿 四,正确选择肉类 助肉汉有大量的胆固醇 饱和脂肪 如果我们摄取过量 就会造成体重上升 血脂过高的影响 因此,在我们日常饮食中 食用一些脂肪含量不高的食物很重要 比如,鸡胸肉 鸡胸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经常健身的人 食用鸡胸肉搭配西兰花等 起到很好的减肥作用 而且补充体内胺基酸 正确的减肥要助于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 有的女人在减肥的时候 急于瘦身 开始节食等 用一些不恰当的方式 结果造成了身体营养不良 肠胃不适合便秘等 其实都是因为减肥方式出了问题 聪明的人如何减肥 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以上四句话 我们的体重很容易瘦下来 除此之外,你还知道哪些方法 能够让我们的体重容易瘦下来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